关键的是美国联准会前主席 博南克应邀来台 在今天下午发表专题演讲 他一开口就直夸台湾 是从新兴国家发展致富的好典范 但是他也特别提醒 一旦全球的经济大国 经济成长放缓的时候 台湾也应该要有所准备 穿着一袭西装拥有QE支付称号的 美国联准会前主席 博南克首度旋风来台演讲 论坛上座无虚席 包括了马英九总统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国发会前主委管忠敏 台银董事长李继珠都到场聆听 而博南克一开口就直夸 台湾是从新兴市场致富的好典范 博南克还夸赞在全球化发展下 台湾已从农业社会发展到今日 拥有在科技领域上的成就 但他也提醒当全球经济大国成长放缓时 台湾也应该有所准备 在联准会主席任内 博南克大胆推出QE量化宽松政策 成为局势瞩目焦点 即便到今日QE政策已经退场 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都还没有真正消失 也难怪博南克虽然已经卸任 他对经济金融的看法仍然备受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